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您有多久没有阅读了呢 有人说打开一本书等于打开一个世界 阅读可以打开人的视野 使我们的想象力不再局限于生活周遭的经验 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 无远佛见 书是医生的伴侣 而阅读是一技之长 如果能够从小就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 我们就等于给孩子一个终身受用最好的礼物 但是根据远见杂志2012年的民调显示 有高达93%的家长虽然支持孩子阅读 却只有11.5%的家长天天陪孩子共读 接下来我们欢迎四年十四班 国家军小朋友 为我们做一演讲 Ready G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 am number 11 May it be sunny or stormy It was covered from top to bottom With needles instead of leaves 就从Baby开始他连讲话其实他们讲话 你就会发现在阅读的时候 他就真的比平常的小孩子会讲话的单字句子 都还要再早一点点 到幼稚园你就会发现 他在平常表现就是跟老师的对打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老师如果有说故事比赛啊什么的话 他就会很清楚的可以表达出来 他想要讲的一些话这样子 然后到国小 可能小孩子也不会自觉啦 可是在他的 国语数学各方面 甚至如果他们有一些 说故事比赛啊什么 就都会很明显的展现出来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 大家也在笑很开心 好 他已经比赛完了 比赛完了还这么不少啊 朗读耶 朗读耶 朗读搞肺起来了 郭家军学业成绩表现优异 经常是朗读 说故事比赛的常胜军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爸爸妈妈 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 固定安排两小时亲子共读 让他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也感染妹妹喜欢 体验着爸爸试字读书 却不可以当求 为什么 因为我很爱念书 可以让我念书记 收纳功力一流 总是能将图书文具 整理得竟然有序 这本教我变勤劳的 二十一个魔法 是郭家军的最佳帮手 就是把东西归类 然后使用完就放回原位 我老公他们家 就是从小就是 会有书给他们看 他们会愿意想要拿起来看 就养成说 他对他的小孩 他会想要就是带着他们看书 这样不问卷书 然后就可以增加很多知识 所以一人不可以 不能行那么多路 他可以从书里面 得到很多的知识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让他们看到很多 很多很多他们 意想不到的知识在里面 对 培养阅读习惯 就从亲子共读开始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目前任职于 国家教育研究院的 郭公斌主秘 他的这个亲子共读时光 镜头看起来 似乎大人小孩都非常的享受 不过主秘您自己本身 和书结缘倒是挺晚的 对不对 是小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爱念书 因为我知道在乡下地区 其实爸妈没有太多时间 可以陪我们念书 所以小时候基本上来讲 经验不是很好 那原则上来讲大概到 念完书到退伍之后才发现 其实没有念书到最后就发现无所事事 每天可能就是只有想到玩 但是已经到二十七八岁了 都不知道他玩什么 所以那时候就大哥 因为已经在教育 从事教育工作 就问说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你的未来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是不是给自己 有一个重新读书的机会 那就自己想一想 因为自己从事的 虽然是机械的工作 但是我想一想 对教育有一点点的兴趣 所以就想说 花点时间来看看 有没有机会 考个教育行政高考 所以就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的苦读 那终于在那个隔年的时候 就考上教育行政高考 那其实我觉得在念书的过程当中 因为刚开始念书的时候 大概前大概三到四个月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很吃力 因为以前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 所以念起来非常的吃力 那念到后面的时候 就越来越速越来越速 感觉越念越快 越念越记忆越来越深刻 所以在大概将近后面的半年左右 我就大概将四十本书 全部都是背起来 然后倒背如流 那当然也倒也不是说 全部都用背的 只是在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越看越快 有速读的概念慢慢的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让我认知到 其实阅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就大概就是 整个修学过程 从我开始 不是那么的喜欢书本 到后面因为强迫自己要考试念书 然后到慢慢的发现阅读的好处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不过您的经验还是很特别 因为有目的性的去读书 都没有办法读出兴趣来 可是您却能够从读书当中 养成了您的阅读的能力 而且还读出的兴未来 那到底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您而言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因为当时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环境使人 因为没有工作 所以那种好胜心 就是我一定要获得工作的 那个驱使之下 让我就是说我不断地 已经压迫自己念书 那念到一半才发现 兴趣已经来了 很奇怪自然而然的 这也不是说自己要去强迫它 但是念着念着觉得 书里面其实在那个字句当中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 值得万位的地方 所以就感觉好像越念 越有经验 然后对教育的部分 越来越产生兴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 是我觉得阅读的一个 让我感觉到它 可以受益无穷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就是您自己 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体会 所以您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培养了他阅读的习惯 是 其实从大概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阅读 其实是一切学习的起点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 那目前一个大概是十岁 一个是五岁 那其实老大的部分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第一个小孩 大概都是会比较用心去照顾 所以在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就会定时 我就会帮他例如说说故事 或者是我会用唱歌的方式去跟他做沟通 那每天我唱大概固定就是八点多的时候 我就固定会去唱歌给他听 其实那一个时间点 他就会跟你回应 他会听你 或者是跟你回应 你会感觉到说 他已经有在阅读的感觉 已经有在听的感觉 那到了他出生之后 我发现 其实共读这个方式 就是亲子口同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那时候固定 大概每天晚上 会花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会帮他阅读一些读本 那带着他一起念 那在念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慢慢的会有所反应 他会跟我讲说 爸爸为什么都是你念 我可不可以反应一下 然后后面我就发现 好 那OK 那我念完之后 你可不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他就大概会有三到五分钟跟你回馈 他会跟你说明说 这个故事里面大概讲的东西是什么 那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觉得应该怎么做 那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论对或错 我都会站在鼓励的性质 鼓励的方式说 你讲得很好 你的想法 可不可以再调整一下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透过这种方式 慢慢的我们觉得 那个共读的习惯就养成了 今天我们的现场 还有另外一位来宾 是亲子作家陈安宜小姐 安宜最近才出了一本新书 让孩子爱上阅读 我觉得你这个书名就很有意思 因为也印证了 刚刚主秘他所说的 要陪孩子从小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对 没错 因为我从离开就是传媒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做小朋友的 作文班的教学 对 那就这些年教书下来 常常就会遇到家长问我说 怎么办 我小朋友不喜欢看书 那现代的一代 比我们那一代更辛苦的是 他们要面对更多的诱惑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电玩啦 3C啦 Wii啦等等 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太精彩 对 阅读太无聊了 太简单 所以就变成孩子远离阅读 所以家长就开始很紧张 那因为这些年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就把我这个 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了这本书 就是包括告诉孩子说 阅读有哪些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家长 那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 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 开始踏上阅读之路 那其实我想的就是 刚刚讲的共读很重要 那其实很多家长 还有一个比较迷思的地方是 大家的共读都限制在以为 是学前的共读 比如说幼稚园之前 大家都会讲故事 这个陪小朋友这个 你又绘本啊等等 可是很多家长会问说 这些我都有做啊 可是为什么我的孩子 上小学以后 他仍然不看书呢 那我想这里就要推广 就是我们试字以后的共读 就是小朋友上了一年级 二年级 它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 也就是说他从注音符号开始 要怎么样开始踏入 念国字 念文字的部分 从图画转变到文字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艰苦的 很辛苦的 有家长要陪着小朋友一起度过 对 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七到九岁 其实是培养了一个孩子 养成阅读习惯的一个黄金期 家长绝对不能错过 阅读能力呢 它是所有学习能力的基础 没错 您的孩子也爱阅读 对 我两个大片都很喜欢阅读 那你觉得这个阅读 来帮助他们在学习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 当然啊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以为阅读 只是充实知识而已 这个是不对的 第一个我们从阅读的方式当中 我们可以培养逻辑推移的习惯 搜寻知识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知道之前 其实在Discovery做过一个研究 比如说一群国中老师 他给他看一个小时的影片 一段影片 跟把这一个小时的影片 浓缩成文字发给他们 然后再让他们做测试 就你知道吗 看影像的老师答对的几率 大概不到60% 可是看文字的老师 答出来的可以到80%以上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区块的问题 接受图像跟接受文字 它的区块不同 所以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其实如果以脑中 有很多电灯泡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它发亮的区块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阅读启动的部分 包括创意思考等等 它都是必须要同时被发动 那另外其实我觉得 还有很重要 就是阅读可以改善这个品格 其实我们讲到的品格教育 跟阅读也很有关系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是 还有一点很重要是 要培养孩子能够独处的能力 当你没有声光效果的刺激 当你没有其他的人 跟你一起在这边聊天干嘛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能够独处 专心的能力 那其实阅读是可以训练这个部分 阅读其实是一种 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你遇到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 像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很喜欢看书 那看书的方向很广 比如说碰到自己有医疗的问题啦 等等的 比如说家里要装修啦等等 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搜寻资讯 去找到阅读的这个 借由阅读的方式 去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其实老实讲 你背了很多书 或者在学校里受教育的时候 每天考试填这个答案卷 它得到的是死的知识 现在我们只要电脑 Google一下 两只收纸头 就可以把东西找出来 可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却是一辈子跟在你身边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由阅读 去电力你的很重要的基础 那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孩子很需要的 就是从小能够掌握这样的能力 对 所以其实阅读真的很重要 所以阅读其实也成为 主命令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陪孩子阅读 也是一种家庭的生活习惯了 那陪孩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孩子的回馈 让你特别的感动的 是 我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两个小朋友 不管何时何时 他们回去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说 爸爸可不可以帮我念书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念书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就是 我记得我老大最近就是 有每次见到我都跟我讲说 爸爸我觉得我好喜欢念书了 怎么办 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OS 就心里面自己想说 我真的成功了 所谓成功的部分是 他既能在十岁的时候 就具备我在28岁左右的时候 已经具备的能力 就是喜欢阅读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想我那时候 其实是打舌水棍上 我就说那你既然喜欢阅读 我就把所有我能够借到的 我能够动用到的资源 我全部的书全部借回来给你看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你例如说 举个例子 有一些书籍 它是用漫画来呈现的 有一些书籍 它是用文字来呈现 有一些是小说 有一些是类似传记的部分 其实我就 因为我们国家教育研究员 本身自己有图书馆 所以就直接每次就是从图书馆里面 就扛了大概60本书 用布袋的样子 扛回家 然后因为停车场离我们家很远 我都跟他说 我辛苦这么辛苦 扛回来给你 你一定要用心的看 就他都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其实他都全部可以看完 所以他看到他不想睡觉 他想要继续再看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对阅读 觉得他已经是一个习惯 一个态度 我相信这样子不断的读下去的话 对他们的整个心智的模式的改变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其实也整个展现在他们的课业上面 好像我老大现在是小士 其实他已经大概连续 大概应该是四个学期 都是班级里面的第一名 那这个当然是附带的价值 但是在语文表现能力的部分 通常都会比其他童年龄的 还要能够优质一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附带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重要 只是说我觉得他这个兴趣的部分 可以陪着他一辈子 这是我一直希望的 所以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说 我希望我小朋友未来拿的是书本 而不是iPad 就是游戏iPad 我说这是我的情绪 是是是 如果既然书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 又可以再延伸我们很多的视野 跟生活经验的话 大人为什么要放弃阅读呢 那您告诉我们 离开学校我们几乎都不读书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重拾阅读的快乐呢 其实我觉得大人也是哦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忙碌 其实真的是一个借口 像我出外到哪边去 我包包里一定随时背着一本书 有时候是轻薄短小的 诗集 或有时候是看一些比较厚重作品 我就把它拆开来 那现在更方便 现在电子书很方便啊 你只要有smartphone 对不对 你想要阅读什么都可以阅读什么 那很可惜 你会看到在捷运在坐公车的时候 大家拿那个东西在干嘛 都在玩电动 要不然就是看脸书 要不然就是聊天 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这些零碎碎时间 不管是大人小孩 如果你有阅读习惯 它都是一种收获 以前想看书啊 都是到书局去买书 回家细细的品味 或者是到图书馆去找书 坐下来安静的阅读 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阅读的模式已经变得更丰富 更多元了 不再是一成不变 除了纸本书 电子书之外 现在还有行动图书车 可以提供了最新出版的各类的书籍 直接的就把图书馆开进了校园里 开进了社区里 方便爱书人可以借阅 一辆车满载书香 随手挑选喜欢的书本细细翻阅 芬兰人阅读力高居世界第一 就是因为不分城乡 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读书乐趣 现在台湾阅读环境迈向多元化 除了图书馆书店之外 行动书车也掀起一波 非读不可的热潮 本来我只能利用学校的图书馆的时间 来阅读书籍 现在老师他都会安排时间 让我们来行动书车这里借书 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所以我喜欢书车来这里 让我们借阅书 也让我们以后到其他图书馆 能知道借书还书的程序 小朋友你们手上都拿到书池了吗 拿到 那我们待会一样用书池来借书 我们圣诞节快到了 出车上面也有圣诞节的书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书哦 一改俯书馆 进入氛围转变阅读模式 及时提供最新出版的纸本书与电子书 轻松愉快的阅读空间 让小朋友人手一本 开心的分享讨论 无形中也提升了语文词汇能力 我作文进步是 我看这种时钟 然后我作文能力变好一些了 然后可以教我一些那个成语 阅读管道多元化 无论哪一种类别 只要定义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来阅读 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多采多姿的生活 和丰富的精神食粮 阅读的管道越来越多元化了 甚至还出现了行动图书车 直接就开进了校园里面 那么今天在现场呢 有一位中原国小的林雨晨小朋友 雨晨就是经常的使用行动图书车 对不对 对 你也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就爱阅读 平常都是在书局书店或是图书馆阅读 自从有了行动书车后 我发现阅读变得更便利了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新出版的书籍 可以让我们挑选一本喜欢的书 然后席地而坐 可以直接看 就算意犹未尽 也可以借阅回家一个月 或是等下次书车来的时候再还就可以了 而且它阅读的空间是很开阔的 对不对 太好了 而雨晨这么的喜欢阅读 也要归功于妈妈 从小就培养了 雨晨阅读的习惯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阅读的管道越来越多元了 您觉得对孩子的启发是什么 那一开始在培养雨晨 在有养成阅读习惯的时候 是从家里的环境之中带给他的 那后来进到学校的场域就由学校推行一些晨光阅读啊 或是班级书车 班级共读等等 那接下来呢就接触到了我们更新的行动书车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行动书车这个部分 让他能够更自主 然后能够知道说自己在什么时候 可以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透过这样自主的阅读 然后而且在大自然的氛围之中 让他有更轻松更自在的感觉 可以享受在阅读之中 我觉得这样子自主性的改变 是我觉得比较开心 然后乐于见到他就是进步的地方这样子 对雨晨你都阅读些什么呢 小说 有很多漫画 因为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内情 还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上 那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阅读 还是都可以 都好喜欢 都可以 特别是现在有了这个行动图书车之后 你的选择更多了 那妈妈想请教爱阅读的孩子 会跟别的孩子的表现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是是是 因为我本身是一位特教老师 所以我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 他所呈现出来的表现 那大部分的孩子呢 他在造句部分的输出 会以自己本身的例子为主 可能是家人的人事实地物 今天可能爸爸做了什么事情 妈妈做了什么事情 他通通写在造句里面 可是我是觉得 雨晨在升上二年级之后 他比较容易借由书籍里面的经验 然后放到自己的造句之中 对我会觉得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那接下来呢就是作文的部分 那作文的部分我们就讲求起承转合 那因为他的阅读量够 所以其实他在作文的部分 他的起承转合的部分 整个内容我觉得架构是非常的完整的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雨晨他常常参加一些说故事比赛 或是演说比赛 那孩子对于理解文上的内容上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在情绪的表达上 可能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做一些提点 比如说生气的时候 可能就要像谁一样 然后就是声音放低沉 那或是开心的时候 就要有欢乐的心情 那这部分就是 可以经由我语言的陈述 或是借由故事的带动 他就可以很快的 能够调整好自己的那个情绪的部分 然后进一步做表达 我是觉得说在这些部分呢 他就是跟别的小朋友 表现出来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对 哇 雨晨妈你很幸运呢 喜欢阅读可以享受到 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哦 你认识的世界更丰富了 谢谢你 阅读呢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有心有兴趣 密密麻麻的文字呢 都像是跳动音符般的动人心弦 字里行间都是俊勇般的耐人寻味 千万别说看不懂 或者说以没时间没领悟力 等等的借口来推脱抗拒阅读 而错失的书本 可能带给我们的无限宝藏 这些年代需要您我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